所以正如是大觉现觉时叫耳时 耳时如何 耳时就是你大觉性体 这个根本的觉体 它能入世的根本的亲民叫世尊 它必定能设一切法一切相处 叫实时 但是就在大觉性体 随缘能够设一切法一切相时 它一定是什么 它一定不违背 如是大觉性体的根本的本庙的得恨 本庙的威仪叫着依 你的觉体上面 每一个动作都是这样子清清楚楚的 因为不违背觉体的形仪 所以正在随缘摄取之时 你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应量而设 应什么量 应觉量而设 什么叫应觉量而设 觉可以起成种种感觉 觉起成种种感觉 事实上它一体都是觉 只不过换一个相貌叫感觉 但是换这个相貌叫感觉时 你都还要明白中间的种种亮度 也就是平常佛门中讲的度量 明明视觉到感觉根本都是一体视觉 但是从觉性感觉时 你忘记了觉体的度量以后 你就会容易突然唤起种种全然都是感觉的事例 从此以后就躲在感觉之前而魅识了觉体 而不认觉体 你不认觉体感觉还是觉体啊 但你是全程着相 全程着幻象 那都是幻象而已 所以你明白道理时 你才知道佛门之中讲的着相 讲的是多维系啊 觉体正在随缘都是什么 都是现前晨起的种种 其实都是性德成列的种种像太而已 但是你要着此像太 着如是像你就一定被觉 你要站在觉体上一样明白相 所以讲到着相 就是告诉你就是被觉 被觉就是着相 你要忘记那个觉体的度量以后 你就沉迷嘛 你就马上 你自然就会在心理上面 你就会体会到 就像刚刚讲的 你不必讲多深的佛法 你光在心理学上体会多明白嘛 你要在前面成像的感觉之中 若是你在心中沉迷的那个亮度 要是多一分 你就马上 具体的作用身心都投入在虔诚的迷惑中 你要少一分不能起神感觉 不叫大觉 你要多一分 从此以后越过门捆 就是那个地上那个门捆 从此以后就叫流浪 所以华言经中啊 婆媳命多女就是什么 修那个门捆 明白那个门捆 越过去越紧就是什么 就是世间感受最初的欲望 全是那个欲望 那个染灼的欲望 全部成为被染 从此以后就随着那个染中 开始淫逸向下流浪 所以那个是最初让你跺在尘间的隐喻 那你要明白如是觉体时 能明白如是染的 能明白如是种种世间的感受的 那本来都是你心中根本的智慧 那是你根本心体之中 大觉体中的法际量制 它能量一切 但你不要被一切量 所以你若明白时 回过头来 婆媳命多就是什么 就是大菩萨 法身大师 这个中间就得告诉你什么 就告诉你那个量 明白那个量 所以叫持波嘛 拙一持波 所以婆媳命多 这个突然讲到婆媳命多 就多讲两句吧 婆媳命多供养的是谁 高兴如来 什么叫高兴如来 自念觉体 念念之间 它能够处在一切感受现前时 它绝对不会多于感受 叫高兴 它必定能够现前一切感受 是高兴 它如何供养高兴如来 就一宝钱 供养高兴如来 它就能够得如是三昧 什么叫一宝钱 钱者叫贸易 你正在觉体现出感觉时 当下的贸易变异处 行者 你还善使 就是你还会善用 如是前逢 善使如是前逢 这个当下的贸易处 当下的变化处 新性的变化处 从觉入到感觉当前 你不能够舍离感觉 你不能说还有个感觉 你在外面 你聚它于门外 你不敢去担当感觉 那怎么叫做觉 它就全然变成感觉 那你就忘记了觉 你根本暗昧于觉 那也是什么 那也叫流浪 就在感觉现前处 于觉于不觉 这个中间的变化 是谁会始如是前的 谁真的是在如是变化之中 争得如是利益 叫一宝钱供养高兴如来 硬要常常懂得 用一宝钱供养高兴如来 你真的要用一宝钱 供养高兴如来 你心性之中 你你之间 随感受流浪的 最初那个淫逸 也就是那个淫履 也就是最初随染的 那种最初的夜感 那个最初必定随欲想 开始流转的那个欲感 那回头就变成发生大事 你那一念心底深处的 那一念预感淫逸 都变成你根本将来 你站在这一点上 你可以担当一切感觉 你可以看到感觉 虚妄之中 有如是淫逸感受的 种种翻腾的假象 但是这种翻腾 跟染造的假象 其实你都知道 为什么都知道 因为你在决心上看感觉 那个当下内念智慧 就是念念供养谁 就是要供养高兴如来 所以这一点上就是什么 就是拙一持拨入社位大臣 所以你明白 那个拙一持拨的心 是根本的性格 从此以后你才能够 为种种成员 启臣种种担当 入种种元臣之中 入元臣当前 那都还不叫元臣 叫社位大臣 社位大臣什么 叫封德臣 什么叫封德 你站在决心上 看一切感觉是封德 你要忘记的决心 入一切尘都是什么 都被尘门四方巩固 所死的种种暗章而已 这段时间也是 为这一切感觉 杆封弥 诲 给宫